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老蓝看电影 最近又一部好莱坞大片上线了 它的名字叫《魔兽》 电影会很熟悉 电影会很熟悉 电影院里看这部电影的女粉丝也很多 而这些女孩当年都曾经因为自己男朋友 疯狂的迷恋魔术世界这个游戏 甚至都吵过架 为什么她们愿意来捧场呢 这里有一个最直接原因 因为这里边有一位中国演员参严 她的名字叫吴彦总 大帅哥 尽管这部电影里边 用各种各样特效 把吴彦总弄得就像《智取回古山》里的 梁家辉一样 演作山雕 面目全非 你看不出她是吴彦总了 可是只要电影 可是她岁数不小了 吴彦总是哪年的呢 1974年生人 今天都42了 说她岁数我都惭愧 我是72年的 我比吴彦总才大2岁 你说论长相 这人比人得死去都 跟人差太远了 但是咱说实在 吴彦总也不都是好事 他有闹心的地方 怎么闹心呢 没拿过影帝 有人说那他就拿花瓶 拿什么影帝 演技不行 还真不是 咱们实事求是的说 吴彦总的演技是不错的 而且他很努力 演戏很走心 可是这么些年来呢 就凭借着跟成龙合作的 新警察故事里边 演了一个反派小生 拿了一个好像是 金像奖的最佳配角 男配角 我只是个大工的 你不关我的事啊 放着他们 你先把枪放下 放着 你输了 他没有拿过主角的演技 从来没有过 那么你再私下看看 像吴彦祖这样的帅哥 有一定演技 拿不到影帝的人 还真就不少 你比方说你看 香港那个古天乐 古天乐是七零年了 这也就是四十六七了 也很帅 没拿过影帝 你在国外你看 奥斯卡那边 就库拉登皮特 大明星啊 没拿过奥斯卡影帝 汤和赫鲁斯 大帅哥吧 没拿过奥斯卡影帝 这些人呢 不是说他的实力就不行 演技呢 也到了一定的段位 而且票房和口碑啊 都不错 你像一般咱们说烂片 一瓶烂片 什么谁演的 这个烂片 那烂片 他没有这些什么事 可是呢 这么些年来 他们无缘影帝 就这种顶级的帅哥 无缘影帝的现象 绝不仅仅是